国宝集天后 江慧睽違九年 现身大巨蛋为国庆晚会献唱 一连三首歌 让台下两万观众掌声不断 江慧也差点唱到哽咽 我刚唱到一半都快哭了 尤其是 哎呀怎么办啊 看到大家 好感动 二姐江慧难也兴奋之情 为了这次演出 江慧三天都到了大巨蛋 场刊彩排 连无需道场的技术性彩排 也坚持现身 更在演出前一晚 彩排到凌晨四点 将近二十四小时没合演 宽宏艺术也透露到了大巨蛋 江慧就像小孩子 发现了新大路一样走来走去 而被问到登台会不会紧张 刚刚在后台大家问我 你会不会紧张 我说紧张什么 怎么会紧张呢 你们觉得刚刚唱歌有紧张吗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江慧下台第一句话就是问身旁的工作人员 唱得怎么样 事实上在演唱前几天 江慧不小心得了感冒 拼命吞服各类药品 好在正式登台前完全康复 而九年未唱歌如何保养嗓音 宽宏也表示二姐没特别保养 不过上台前有吃了八仙果护丧 江慧透露演出后 最期待吃一顿美食 睡个好教育团队聚餐 即便副唱演出只有三首歌 仍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也这次展现出天后及时力 Sension我觉得是海安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